你咋了这是啊 路都走不了了 不是干干 摔了一下摔了一跤 摔哪我看看呢 要不要停啊哎呦没事啊 就皮外伤 都泼了 都流血了 没事干 你脚还崴了 你给你买了奶茶 喝 哎草饭你最喜欢吃这甜碗草饭 也翻掉了不知道能不能吃了 不行我再重新去给你买个份吧 不是你喝多了 去给我买什么炒饭奶茶呀 喝多了不知道先回家吗 我那会怕你晚上饿吗 哈哈哈 那走吧 上去吧 哎呀哎呀 你能走吗 没事 然后你背我呀 我背不动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喝完酒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我借你回家 以后不要去给我买这些东西了 你说你买东西在做个什么事情 怎么办呢 我这不是 把你饿着吗 这不是说明我心里想着你吗 我这么大人了我自己会吃饭 我别的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喝完酒你安全到家就行了 你说你吃过什么事情我怎么办 哦好好知道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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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别别别别别别那么那边啥 好啦知道了 他扶着我点 他很少在我面前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一个小伤在他眼里是这么严重 早就约好的闺蜜聚会也推掉了 这一刻我才明白 原来除了父母以外 有人会真的心疼我 没啥事啊 可能会有点疼啊 我流血了 还没啥事 快点 远一点啊 远点事 没啥事啊 用不着 你看你紧张啥呀 这两天小心点不要碰水 不要感染了 哎呀知道了 你说说你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喝这么多酒 我喝这么酒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能喝这么多 我一个好兄弟跟他谈了八年的女朋友结婚 好像把房子装修一下 然后现在就是装修钱不够 然后问我接 我又帮忙上床忙 那种心情你知道吗 就很着急 然后我就陪他多喝了几杯 我经济上帮忙他 我精神上是安慰安慰他的呀 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困难 能不能先跟我说呢 不是这是借钱的 我跟你说什么 他问我借钱又没问你借 我跟你说啥呀 那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你分那么清楚干嘛呢 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呢 那你能解决吗 这个事 我解决不了 那也没办法呀 解决不了你就喝 喝 你解决不了你也不找我 我精神上我给他安慰怎么了 你安慰什么 啊 你看一下手机呢 咋的 你看一下嘛 我啥情况下 你赶钱干嘛 个十本钱啊 这么多 这不是你兄弟那个结婚要装修房子吗 那两个人别再因为这点小事 争啊 串儿子给闹掰了 那多可惜啊 你试试 想让我把这个钱借给他 嗯 妈呀 相信 人家都是女朋友媳妇 如果谁来借钱 那都不让鸡 都是炒香 你知道还主动鸡 那你朋友不就是我朋友吗 那别人有困难 该帮还是要帮一把吗 那也分什么事情呀 是啊 小姨你真的太好了 那我先替我兄弟谢谢你 你真是 S你了 你说多少遍 有事情先跟我说 咱们俩先商量着来 能解决就解决 对不对 喝喝喝喝的都摔成这样 他们都是我运气好 找了一个非这么好的女朋友 没想到我兄弟 找了个闷葫芦 啥也不跟我说 那我现在就给我兄弟 找过去跟他说一下 嗯 我还告诉他 是我的女朋友 借给他的 是我的家人 知道了 小姨 爱死你了 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 我讨厌你 我今天特别讨厌你 以后知道了 什么时候先跟你说啊 哎呀 我的大兄弟啊 小心点 人的脚瘸着呢 现在不瘸了 嗯 你怎么装呢 你是不是 不是 因为你给我的爱 致于了一切 哇 原来钱害了 使你的脚立马变好 钱是万的 知道了吗 没有钱是万的 不能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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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